Hello 今天小月又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红书账号 正在偷偷的赚钱 那还有这个小红书账号 那可以看到它的页面呢非常的简单 一个女装 不同的女装 通常情况下呢 要运营一个小红书或者抖音的一个女装店铺 或者男装店铺 需要至少几十上百人的一个团队 但是今天呢小月告诉你呢 只需要一个人就能运营起一个类似的店铺 是不是非常的惊讶 非常的难以置信呢 那么开个网店的朋友都知道 开网店呢需要花费一个高价来请模特来拍摄产品 不但费用高了 而且还时间非常的长 那么可能一天下来也拍不了两组图 而且表情修图等方面呢 更是的让人头疼 会让你爆炸 但是在2024年的今天 AI模特的出现呢 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他们的高度可控 地点表情 就连动作都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来进行更改 最后呢完美的出现我们想要的一个图片 那么在2024年的今天呢 想要运营一个小红书抖音 或者一个推特客 一个等社交媒体的一个平台 对于想要做电商的普通人来说呢 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遇 很多繁琐的工作呢 现在我们有AI就能帮我们完成 那么一个AI呢 它可以顶几个员工 那么几款AI工具呢 就能帮我们制作完成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适合三类的人群来学习 第一想要在短时间获取一定的副业收入的一个朋友 那么第二类朋友呢 比较适合在自媒体的频道上面呢 想要切换赛道 改变行业 想要从事一个电商行业的新手朋友 第三次合 想要使用AI技术来提高一个工作效率 降低成本的一些电商老板们 如果你对利用AI呢 在小红书啊 抖音或者推个talk上面 以及facebook上面呢 利用电商平台 生成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呢 那这个视频呢 你一定要看到最后 接下来呢 我会为大家带来四款AI工具 那并且呢 教大家如何使用它们来生成一个电商模特图 保持模特图 甚至保持一个AI模特 脸部一致性的 以及批量生成AI产品图 哈喽大家好 欢迎新老朋友来到小鱼AI技术学堂 那么喜欢小鱼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接下来呢 我就一一给大家揭晓这几款工具 那首先第一款工具呢 就是一个VSA 这款AI工具啊 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 它的亮点就在于操作非常的简单 新手小白都能轻松上手 而且注册是免费的 那么可以看到 你再也不用受到一个模特经济适应 等一个限制审时省力又省钱 快速的做成一个产品图 在这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台图 有个真人图 还有一个产品图 还有一个玩具图 一个配饰图 一个童装图 真的能满足我们大部分的一个电商需求 这里呢 我们直接点击一个登录注册 输入你的手机号 还有一个验证码 直接就可以登录进来 那这个AI工具呢 每个月还有800的专利点 那可以看到呢 这里呢 我已经用了很多了 我在这里面已经生成了几组图片 那800的专利点呢 我们每个月呢 只可以免费生成很多内容 现在我们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工作区域 那你会发现呢 它的区域非常的简单 而且都是一个中文 对于我们的中文朋友们来说 非常的友好 我们直接看到左边的这一排啊 它的所有工具呢 全部在这里 人台图 真人图 商品图 玩具图 包括下面的一个图身图 文身图 这里呢 首先我们先进入一个真人图 新建任务 点击上传一张人物图片 那么图片上传之后呢 我们点击选区 可以看到这里呢 它显示 点击图片中所有保持不变的区域 那我们想要它的衣服不变 那我们就点击它的衣服区域 选好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这个确定 在这里呢你可以选择一个快捷模板 选择一个人物 就相当于换装啊 你换到谁的身上去 那么你就点谁 这我们选择一个亚洲美女 那这下面呢 再选一个出现的场景 可以看到这里的很多场景 我们可以选择 那接下来点击执行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本次任务呢 将消耗40个算力点 点击执行 正在排队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图片已经出来了 效果还是不错 它出现在了不同的场景 而且呢 人物的脸部也 我们打开看一下 那这是我们的原图 那么这个图啊 分辨率有点低 但是呢 这个出现的这个图呢 非常的清晰 直接呢 把它的衣服 换到这个美女身上 那满意的情况下呢 你可以点击这里的一个下载 你可以下载大图 也可以生成一个4K的一个图 我们直接点下载大图 那很多新手朋友说 那我没有一个人物模特图 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也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用这个人台图呢 来生成一个博特图 这里我们新建任务 点击上传 那这里呢 准备好你的一个服装 带有服装的一个人台图 可以看到呢 这只是一个人台图 只是让它有一个衣服的存在 但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区域 那我们要让这个衣服不变 点击确定 在这里呢 你可以文字输入 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描述的话 这里呢 你可以用GPT 那这里呢 我简单输入拎着时尚手提包的亚洲女模特 漫步在上海的繁华大街上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给了你一些提示 描述你想要生成的图片内容 知识中英文 例如穿着碎画连衣群的女孩走在东京街头 那这里呢 你也可以详细的描述 图画中的人物 地点 动作 天气等等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描述 那这里呢 我就简单的给它这个描述 我们点击这个执行 那可以看到同时给我们生成的四张图片 图片已经出来了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衣服呢 保持了原来的衣服 非常的漂亮 那这张呢 看起来比较的自然 那这里我们直接点击一个下载 那这下面呢 还有一个产品图 玩具图 童装图 复刻套图 放大图片 图身图 纹身图 那下面呢 我就不一一给大家举例了 朋友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呢 去使用 我也会把使用的所有链接呢 放在描述栏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 这个真的非常的简单啊 我们新手朋友都能轻松的使用它 那接下来呢 给大家推荐第二款工具 F-Ellen1 那我们可以看到 换装真的非常的方便啊 分分钟搞定 那我们直接点击这一个 开始免费试用 目前版本呢 免费的呢 是有四个模特可以选择 那可以看到这里呢 有四个模特 还有蓝模特 还有亚洲的 那么这里呢 你可以提前准备好 你拍摄的服装图片 选好模特之后呢 将一个上装和下装呢 分别拖到里面 我们点击这里 将图片拖进来 那还有一个裙子 点击这个运行就可以了 那可以看到这里呢 我们稍微需要等待一下 速度还是非常的快啊 这里呢 它在快速的运行 真的非常的完美啊 衣服已经穿上了 那这个呢 就是生成出来的 一个AI模特图 那你可以 把你的不同衣服呢 穿在模特的身上 来看一个效果 那这里呢 我们还可以点击 这个下载按钮 把这个图片 保存在你的电脑里面 点击这里呢 还可以分享 那只要有一个模特在啊 什么样的衣服 都可以给它穿上去啊 可以看到一个菠萝衣服啊 真的非常的有创意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咪尽力了 这个咪尽力呢 小鱼是经常用的 那虽然不是免费的呢 但是它的功能 确实非常的强大 那这里呢 我也会把一个 便宜合注的链接 放到描述栏 大家可以自行尝试 那今天呢 我会教大家 如何使用一个咪尽力 来生成我们想要的 一个模特图 这里呢 你可以自己生成一个 AR模特儿 那也可以把你准备好的图片 上传给米金里 我们点击斜杠 点Discord 点这个上传图片 那这里呢 我就拿我刚才保存的图片 那这里可以看到啊 这是呢 小鱼生成出来的一个模特图 一个亚洲女孩啊 非常不错 米金里真的每一次都能 给你一个想要的一个结果 那可以看到 当我们把这个图片 喂给米金里的时候呢 它会给我们四组提示语 那么就是这个图片的 一个提示词 那这时候呢 我们想要生成一个模特图 也非常的简单 这里我们点一个斜杠 点Image 那把这个图片的一个链接 把它粘贴下来 这里空格一下 那我们在这上面呢 任意选择一个提示词 把它粘贴到这个后面 那这里呢 长宽笔改成一个9比16 加上一个-6版本 直接发送 现在这个等待的时间呢 小鱼生再给大家讲一下 那最近呢 米金里新推出了一个 JREF参数 可以保持人物的一致性 我们可以把这个人物 来进行一个换脸 对于很多的一些 电商朋友来说呢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包括我们要保持人物的一致性 通过这个参数呢 我们可以给这个模特进行一个换装换脸 那具体的一个操作流程呢 我这里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啊 大家如果说实在不了解的 可以看我的这一期教程 那这里呢 专门有一期 米金里换脸的一期教程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我也会把这个链接 放在右上方后描述栏 这里你其实还可以多生成一组图片啊 可以任意的生成两组图片 那可以看到这组图片已经生成出来了 每个美女呢 她都不一样 但是她的服装是差不多的 那可以看到呢 这个呢 是小鱼上传的另外一个模特图 那么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啊 生成出来的一组图片 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 那接下来呢 小鱼用一个CREF参数呢 来给一个女孩呢 进行一个换装 这里呢 如果很多新手朋友 你还对米精力绘图呢 没有太多的了解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这期视频啊 米精力呢 从新手入门到精通 可以系统的详细的学习 那这里呢 我就拿这个模特来举例啊 用它 首先点一个Image 那么我们要让它白色衣服 变成其他颜色呢 我们就要修改一个描述词 打开谷歌 我们这里呢 把它的一个白色毛衣 改成蓝色 改成红色吧 红色毛衣和蓝色牛仔裙 OK 这里直接复制 打开 那么我们输入到 这个Plant提示词后面 那在这里呢 空格一下 加一个重要的参数 -zref 那这里再空格一下 把这个图片的链接 给它加入进来 那在这里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 那可以看到 那就是一个CW参数 那么这个CW参数呢 它的默认值是100 那么100的时候呢 它会保持一个 脸部头发衣服的一个一致性 把这个强度呢 给它改成0 那么它只会关注脸部 这个就更适合换装 所以呢 我们要用一个CW0的一个参数 来设置一下 这里同样要空格一下 杠杠 CW 这里给它一个0 点击发送 OK 了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蜜精里带来的一个神奇效果 换装成功了 那可以看到这里是白色的 这里换成了一个红色 那可以看到它帮我们换成了不同款式的一个红色毛衣 但是呢脸部呢还是保持了一个一致性 如果说你想要一个提示语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那视频看到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给小鱼点个赞 把赞给点烂咯 那前面有了三款AI转件啊 快速的高效的生成一个模特图 可能还有很多朋友会问 有没有一款可以批量生成AI产品图的一个AI工具呢 那这里呢肯定要满足大家 那就是这款工具呢 它的名字叫Paperware 那可以看到啊 它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产品图 这里呢我们只是需要只用我们的谷歌邮箱呢 那进行了一个登录 北约就可以免费生成40张图片 这里呢我们先进行一个登录 那登录后进来呢 你就能看到这里有一个40张的免费生成的一个图片 这里呢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选择上传图片 那不管你的图片有没有背景 可以看到它都会帮你去除一个背景 你也可以上传一个有背景的图片 那可以看到啊背景已经删除了 点击这个保存 接下来呢你能看到这里呢有不同的背景 那可以给你的产品呢选一个背景 选好之后呢点击这个按钮 可以看到它在快速的帮我们要替换一个背景 那我们点击看一下啊 它帮我们生成了四张不同的背景图 非常的不错 真正好的图片呢 你可以点击这里一个下载按钮 进行下载 那么不喜欢呢你可以点击这里勾选 这里点击一个删除 点击这里呢你可以查看你的全部图片 它还有尺寸呢可以看到 那这个对于我们的电商朋友们来说呢 真的是一个福音啊你可以替换不同的背景 那它会根据你的一个产品来给你生成一个背景图 这里大家可以在描述栏去找了一个链接啊 自己来进行一个尝试 那如果说你的一个用量比较大啊 你做的是一个大型的一个电商平台 那么你也可以考虑一个订阅计划 那花小钱呢可以帮我们省吃省力 何乐而不为 今天小鱼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些好用的一些工具啊 因为现在呢不管是小红书也好 抖音也好啊包括一个IG一个TikTok啊 还有一个Facebook等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上面呢 都已经逐渐走向一个内容电商 你随意的打开一个小红书账号 那就可以看到它这里 它的里面呢在卖各种各样的产品 那抖音也是一样啊 每个制品里面呢都会有一个购物车 那包括这些好看的手机壳 2024年的今天呢 已经快要到达人人电商的一个时代了 那么蠢蠢欲动的朋友们呢 可以进行尝试啊 可以去创建你的一个电商平台 因为有了一个AI的加持啊 我们普通朋友呢也可以抓住这个红利器 来卖自己想卖的一个产品 那你不管是做自营 或者说是一个无货源 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现在的无货源跨境电商平台呢 也是非常的多啊 特别适合我们的新手朋友们 我们只要利用好一些AI工具呢 就可以帮我们生成一个爆款素材 来帮助我们走上一个电商平台的一个道路 好了今天的小鱼儿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说你觉得我的视频对的有帮助呢 记得订阅并点赞分享我的频道 那你还可以观看小鱼儿的其他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